烤的沙拉在于它的食材的选地 因为现在大家对吃的要求会比较高 有一定经济能力的 它可能会考虑着这个食材的来源 这些材料是不是纯绿色的 是不是有些可以达到全部是有机种植的 我们家是从2008年开始开的素食店 像几乎来几乎每桌都会点一个素食的沙拉这种 女性会比较多 第一个可能对养生啊身材啊 就认为吃素可能会瘦 就身材会比较好 但也有是吃素比较健康 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信仰的人 我是个佛弟子 我觉得吃素以后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无形的众生 给所有的这些动物你非常的亲和 你看我现在的年龄也快60岁了 但是一般的人跟我接触的时候说 你根本不像一个60岁的人 我21年的时间没有去医院里去看过病 所以我就更加爱吃素 不管我爱吃素 我的家人全部都开始吃素食 自己做到了 然后让人家也影响到他人 他人也慢慢开始也学着吃素了 即使没有肉 没有鱼 没有鸡蛋 没有牛奶 它也是一样 可以营养均衡的 长期 就是也有科学家去研究 就是说长期以来 吃素食之类的 并不是说会比 有吃肉或蛋白这些的身体差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咱们年轻人 好多人可能就是说 我飞的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才到素食餐厅 我个人认为并非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不要强制性的 有的是爱护动物啊 可能现在来说 我不去杀 不去杀戮 或各方面的 它会有这番影响 初中是也不想杀生 所以才开始想往素食方面走 我们店叫卧野 然后英文名是OII 就是一个餐盘一双筷子的意思 我们店主要会用到一些菌类的 像蘑菇呀香菇口蘑这些 比较常见的 还有一些虫草菇 百里果这些 菜还有会有一些 茄子土豆啊 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但是就是让它做得更好玩 更好吃 因为大家现在对健康 如果比较重视 不像以前那个物质 比较困乏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是想着要吃饱 现在都是要吃好 现在吃青史沙拉的 中国人越来越多了 可能就是虽然说 这些都是小小的一小步 但不要去强制 大家自然地去接受这个事情就好 照顾 LIKE 比较少许多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